回來了 我去救我 我去救我 你不想 你救我 我去救 你救我 是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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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在那裡, 別動, 我最愛吹個龍 兒子在那裡 鷂鷂, 爺爺奶奶呢? 爹爹妹妹很怕熱, 晚上我去追她們 那你有沒有怕熱? 我沒有, 我是一步一步慢慢走 那就乖了, 做人就要這樣 腳踏實地, 一步一個腳印 千萬不要學她們 等等, 等等, 等等 我是飛人, 你做不到那個人 你兩個白眼睛, 你們沒事吧? 怎麼樣, 中通 你真是沒用的, 牛高馬大 被弟妹不斷撞一下, 會傷成這樣 不是剛才撞的 你今早就好行平, 有沒有跌 你呀, 以後上退浴貨小心點 媽子, 你還有以後嗎? 我一會兒就打電話給她體育老師 她明天不要喊, 天天又行平衡木 你想想, 那條平衡木這麼窄窄 誰都摸下來, 你以為是看草運動完 真的嗎? 不是呀, 大伯, 這麼粗的 每個同學都可以走過去 就是天爺哥哥不行 啊? 又這麼寬? 喂, 仔, 你不是吧? 媽媽, 你平時的人很穩陣 走路都打著一步走 你不是在上面走, 你是跑嗎? 不是跑, 我是一步一步慢慢走 走都跌下來真好笑 我在上面打關頭也行 你聰明了… 你正式馬路正托世 那倒是呀, 保羅仔跳脾一點 帶得平衡力多好, 多靈活 你看, 天佑比較穩陣 就平衡力差一點 阿光… 你有空多帶她出去練習 爸爸不是吧? 練習這些東西 現在外面的馬路要多闊有多闊 還怕她會跌倒 我又不是知道她做甚麼看草運動員 你這麼說話, 練習又沒甚麼壞處 不是呀, 那倒不是呀 有這種時間, 我寧願她多讀書 真是 龍場 你那個單字是房子 爸爸, 不用急的 慢慢搞吧, 小朋友 慢慢搞, 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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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想想想, 龍場 龍場 你又忘了 眼前掌給你檢查的時候 你不是還背過來嗎? 我提醒你一下, 是那個F開頭的 爸爸 喂 我報完一文了 我報完, 報了 報了, 報了 報了, 報了 報了一百分 一定是有問題 兒子 聽到芷芷說了沒有? 你有報了一百分 你呢?一個單字你記不住? 再想想 像我, 沒記性 媽媽 你多大, 他多大 如果他真是像你, 真是神奇 來吧… 不要在這裡寫 回房子, 抄五十次 來… 老闆哥, 吃完再抄吧 不行…我一定要罰他 抄完再吃 你… 這個單字昨天才背過來的 今天又寫錯了? 我睡了一覺就忘了 你不如連爸爸的姓筆也忘了 不如…真是被他激死了 我拜託你 以後用腦子來記東西 不要用屁股來記東西, 行不行 阿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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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這麼大聲留下天佑? 這個臭小子 那個單字明明昨天 抄了五十次 今天一測完又錯了 那這些經常有 我寫報告就經常拿不忘字 天佑, 芝芝在裡面看動畫片 你去陪你看 不…你現在還叫他看動畫片? 有事跟你聊 天佑, 下去陪芝芝 三叔, 甚麼事? 沒有, 今天我去單位 翻了報紙 翻了一篇, 我覺得挺適合天佑 甚麼? 來, 就這邊 沒爬過的孩子, 問題多 甚麼意思? 即是說, 如果小時候沒爬過的小朋友 長大以後, 平衡力會差些 而且記性也會差 還有, 容易形成學習障礙 是真的嗎? 是呀, 我記得天佑小時候 都沒爬過的 不是, 當時是爬到地上髒 他爬了會生病 那問題來了 現在長大了 你會否發現天佑幾個問題都有 第一, 走平衡目會跌倒 還有, 記性很差 英語單字背不到 還有, 學習又不專心 那關那些有沒有爬過, 甚麼事? 這篇文章寫得很清楚 爬有八大好處 第一, 可以增強她的體能 第二, 可以促進智力發育 第三, 促進她的語言功能 還有, 可以增強她的能力和自信 那怎麼辦呢? 我們家悠悠都這麼大了 怎麼能讓時光再倒流一遍吧? 上面有寫的 他說, 理論上, 十六歲之前 都可以做回彌補訓練 而且, 越早彌補越好 好 爹地, 你幫我買了雪劇嗎? 傻子, 買了雪劇幾百元 哪有這麼多錢賣? 那為何要帶這些? 爹地, 今天幫你進來一個專門訓練 對你的學習有好處 甚麼訓練? 爬地 爬地?怎麼爬? 你自己沒爬過, 沒見過人爬嗎? 很簡單的, 就這樣 我做一次給你看 就這樣, 兩個膝蓋跪在地上 兩隻手撐著地上 這樣一下… 那不是烏龜爬嗎? 甚麼烏龜爬? 你叫寶寶爬, 知道嗎? 我不爬, 我又不是寶寶 小子, 你聽我說 正因為你做寶寶的時候沒爬過 所以你學習就不好 現在一定要補完, 知道嗎? 如果你懂爬, 有很多好處 你昨天不是看完人員泰山嗎? 你說很想去叢林探險嗎? 是呀 不過叢林沒有路 你除了爬地, 就是爬樹 這件事只剩人員泰山做得到, 是嗎? 是呀 如果你懂爬了, 就可以去叢林探險 我懂爬了就可以去叢林打野嗎? 當然了 我們還要去那個什麼 亞馬遜二帶叢林 那裡厲害 有多少動物你沒見過 說起來就可以看到野人 野人?我很喜歡的 你喜歡就行了 不過這樣, 你在野人每個人都懂爬 那我也要爬 還有…爬一次兩次沒用 要天天練, 練得好像人員泰山那麼熟練 這樣才行 那我就天天爬爬 爬到人員泰山那麼大, 我就去叢林 好…我們現在開始好嗎? 好呀 愈快學生就愈快可以去叢林 傻子, 你這麼膽小 真的讓你去叢林, 你也不敢 哥哥, 你在這裡幹什麼? 我在這裡學泰山 我去幹什麼? 到時候我要去叢林泰軒 那裡沒腦子, 全靠爬 好…我也要爬 我又爬 起來了, 三個女兒, 回房間 泰山 泰山不是神, 不要在這裡爬 來吧 嫂子, 你這樣的蹲位 踩到臉屎餅就可以了 拉鬆, 下排又沒眼 怎麼能看見你兒子蹲在下面才行 左頭左小, 快點站起來 來, 站起來 臭女兒 怎麼樣… 別吞了 沒事… 快點, 快點,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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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繼續寫 花園的那個 老公, 你找什麼? 老婆, 我記得家裡 有什麼冷燙鈴之類的東西 我打算你給王妃查一下 她的手雖然不要脫皮 說紅了很大塊 在這兒… 這個是吧 對了… 真是牙煙 這麼大湖滾水滾下去 露東西離譜了 不破相都殘疾了, 這樣露法 你媽媽為了保護你 才露傷了 你坐在那裡沒甚麼表示 謝謝媽 謝謝? 奶叔在這裡宣布 以後你和保羅在我家裡爬來爬去 因為你們兩個特別恩勢 爬在哪裡都看不到 隨時人家以為地雷這樣踩 傷到自己而已 我們正在學泰山 神經病, 泰山是電影 拍出來騙人的 當然不是 不過我孫Sir也說人是緣變的 泰山就是人緣 神龍架裡也有野人 是啊, 看來 泰山的傳說禮 誰見過呢 對吧 我告訴你 泰山就是假的 那些是你大伯作出來欺騙阿天佑 那為甚麼大伯要欺騙阿天佑哥哥 這個問題問得好 好, 等你爸爸回來你問他吧 其實真的不關阿耀事的 阿耀只不過提供了一種可能性給大伯 誰知大伯自己會變成這個人緣泰山 女兒, 其實大伯是為了哄天佑哥哥爬地 所以才想了這個辦法 為何要哄天佑哥哥爬地 因為你天佑哥哥他… 傻了 那他為何一傻就要爬地 因為…你不如不要叫保羅 你叫十萬個爲什麽, 好不好 爲什麽? 爹地告訴你, 爹地告訴你 因為天佑哥哥這裡有問題 所以他走起路上來就像低低地 波奇組, 憑甚麼說我兒子低低地 爸爸, 爸爸說哥哥腳低低地 二嬸就說他傻 說笑而已 你不拿你兒子來開玩笑? 你不拿你兒子來開玩笑, 爸爸…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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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不要… 其實我們沒有其他意思 我們只不過擔心小朋友的安全 你想想, 家裡這麼小 爬來爬去, 哄哄碰碰 很容易受傷 是呀 這次幸運, 三嫂就輕傷 如果萬一錄親你的兒子 是呀 這樣也不可以因為地方小 就不讓他們爬的 好…你們可以不讓你們兒子爬 但我的兒子就一定要爬 我… 我也爬, 我爬 來…來…看… 這裡是地方淺窄 這樣你們去樓下爬 現在沒有人上樓 又沒有人拿滾水, 是嗎 來, 大小老妹出去 拜託吧 那怎麼行, 有腳都不會走 有些事是防不勝防的 你去樓下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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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就跟你出去爬 爹爹, 為何不在家爬 還在家爬 你呀, 在二樓下爬到一樓 不肯幫你頭才撿到 那我去哪裡爬 我待會出來外面掛空地塔 我去樓下爬 不帶樓下爬 人元泰山, 你一個人做好 你飛機票很貴 去哪兒的飛機票 那就是那個亞馬遜語林 是外國 那我自己去, 不帶他去 當然了, 搞定了 老爸 我跟他出去學爬 好 想不到大哥也會說這些真實的謊言 不是做爸爸那麼容易嗎 兒子, 這裡沒人, 我們就在這裡爬 還有, 千萬不要出界 也不要過那邊, 那邊有人打球 很容易撞到你, 知道嗎 知道了 來, 開始 快點… 然後你轉著頭也暈倒了 來, 慢著…兒子 這樣, 你自己慢慢爬 爸爸坐在那裡等你 對, 如果頸殼就過來喝水 有汗就過來拿毛巾 來, 你爬吧 兒子, 來… 喝口水… 好, 等一下… 石頭開媽媽開 兒子 小姐, 其實你今天爬得快了很多 聰明了很多 老爸看好你 那多快才可以做泰山 做泰山? 有時間了 起碼你英語要聰明 數學要碰 語文起碼九十七分以上 那就行了 關成績甚麼事 甚麼不關 因為泰山學習成績好 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 你只要用心爬 爬得好, 學習成績字便好 那我又說給潘文進 潘文進是甚麼人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任意小孩四十幾分 糟不糟糕 你裙上這種人 難怪… 這些叫做近墨者黑 知道嗎 喂? 彭師奶, 怎麼樣? 你水喉又漏水? 行… 我現在馬上過來幫你做 好…等等 天佑, 爸爸現在有事要做 你自己在這裡爬 記住, 六點鐘回家 我怎麼知道何時才下電 那你問問人 你還是不好了 不要跟三本人聊天 這樣, 我留下手機給你 把他拿好, 別掉了 好 你看, 這裡有水 這裡有毛巾 頸外喝水, 有一塊押汗 知道了 乖了 你們看 那個弟弟爬爬爬 你說在這裡幹什麼? 誰知道他 不斷問什麼都不搭 就這樣圍著爬爬爬的樣子 他會不會是傻的 沒有可能 我們這樣說話他都沒有反應 可能是自閉的 可能是啞 唉, 真可憐 都不知道哪個父母那麼殘忍 扔下他一個小孩在這裡 好像黑食一樣 但是他黑食也沒有兜 不用看, 肯定是炒作 炒作 什麼炒作 今年就是上半年 你記不記得 有個媽媽 為了救過患癌症的女兒 從廣州大到 一直跪到寇書中心 我多慘 是啊, 我想起了 是啊 可能這個是炒作的計劃 但也不完全是炒作 因為他媽媽救女兒是真的 你看這個小孩多可憐 你說他賺點錢 為誰醫病 會不會他本身有病 當然沒什麼可能 如果他真的有病 他都會寫一張紙 說自己怎樣慘怎樣慘 但也沒有 這些事只有一個男的才知道 誰 一開始我見到一個男的 跟那個小孩說了幾句 就走了 因為後面那個小孩 就爬爬爬到現在 不用看這個男的 肯定是幕後黑手 可能那個男的 是犯罪團火之一 操控著這個小孩 計劃炒作 這樣可大可小 別說了 我們不如即時報警 那個是我的爸爸 你爸爸?你爸爸叫什麼名字? 那你快點打電話叫他過來 要不是,你的電話多少 我幫你打了 不,看來事太嚴重 我們還是去報警了 沒什麼警,當然是報料 對,報料 大家回來嗎? 爸爸媽媽,我回來了 兒子,你回來了嗎? 是呀 對了,爸爸走了之後 臉色怎麼樣? 挺好的 有人叫你嗎? 沒有,但有很多人跟我說話 我聽爸爸的話 就沒有載他們 這樣就聰明了 千萬不要跟三個人說話 對了,兒子 那些人都跟你說什麼 他們說是真還是假 還問我有沒有病 還說要捐錢給我 那些記者報名問我 是不是炒作 什麼?記者? 有記者來了嗎? 是呀,最開始沒有的 又來了一個 拍了很多照片 最後來了很多個 奇怪了 你說不就練個爬嗎? 怎麼記者還得報道? 不是…老婆 說不是好事來呢? 兒子,你可以上電視 大伯,真是的 牛龜這麼大,通街這麼爬 當然是多人關注 其實記者關注未必是炒作 炒作未必是好事 不是 未必是壞事 不是,現在的社會 也是這麼浮躁 炒作哪能紅? 我們無心拆漏 但是我兒子不一樣 過了就馬上可以紅一點 老師,這樣人也有 你想紅 讚他… 幹甚麼… 你們有甚麼事就問我 請問他是不是小朋友的爸爸 是的 我告訴你們 他們不是炒作的 不是炒作 那是真有其事 那這個小孩請問得了甚麼人 比你還差 兒子不知道多健康 有位媽媽 貴婆是為了救女兒 那你叫他貴婆救誰 救誰 救誰 我怎麼知道救誰 你是個爸爸 難道你得了癌症 你那些人在裡面搞事 我不知道多健康 找了老虎也能打死 你又說沒病 他又沒病 這位阿山又說不是炒作 究竟你們做過甚麼 傻了,什麼 癌症就是讓兒子練爬 練他的平衡更厲害 我剛才聽到爬都會練平衡 不過如果四隻腳 比兩隻腳更容易平衡 不僅是平衡力 還有甚麼認知能力 自信心 總之他不斷爬一爬 就甚麼心也有了 不是吧 人類為何要進化 做猴子更好嗎 這些是你們報紙裡說的 如果小孩沒爬過 他長大後就不聰明了 那我為了他可以聰明 現在就去補一下 補紙的事你也相信 阿山,你是不是覺得 你兒子學習有障礙 是因為小時候沒爬過 是呀 你為何不去試想想 他是因為小時候 在媽媽的肚子裡 還沒有完全發育呢 有這種說法嗎 我說不定 有這種說法 是不定 是不定 有這種說法 是不定 是不定 早的 試玩 來吧 快點 放在一起 數字條 可以 給你 來, 爸爸, 我說我應該喝一百分 就喝一百分了 真的? 這麼聰明 喝一百分, 聰明 聰明, 每次喝一百分 爸爸有獎, 晚上吃吃甚麼 晚上?吃全家桶吧 甚麼?全家桶? 這麼多人, 一個不夠, 起碼三個 第二個是我的 為甚麼? 因為我兒子 你看看, 要考到八十分 很不簡單 八十分也不簡單 這樣吧, 已經有兩個人認了頭 第三個桶是你的 大家都差不多, 大小的 成績應該差不多, 應該是頂獎 你真是派工 那你不就硬硬腳白色 甚麼白色, 是嗎? 你應該是獎勵, 知道嗎? 發了試卷了嗎? 發了 拿去看看… 多少分? 多厲害, 更厲害 你不是吧? 數學和上次一月, 現在一點進步也沒有 英語力又不合格? 五十九分 真是 兒子, 你用一次爭氣點 你多拿一分合格一次給我看得不可以? 別這麼怒吵, 他知道錯了 努力一點就行了, 下次合格了 所以說, 大家都是看家人 為何那個差別這麼遠呢? 大安娜? 大伯? 阿祖說今天上班時忘記關窗 看見下雨了, 叫過來幫她關窗 這樣, 關了的 阿祖, 我去深層開會 就改到明天就回來了 對了, 既然你回來了, 我先走了 你等等, 我買了一份報紙回來 有一篇文章送給你看看吧 這是英文報紙 大安娜, 你真是看得起我了 如果我懂英文, 不用一輩子鬥貓 別會笑, 別故意的 不要緊…要不這樣, 你告訴我甚麼事 是這樣的, 這篇文章就是說 爸爸帶大兒子會更聰明, 更有智商 在社會和學校, 成功的機會就更大 真的? 是的, 這篇文章就是世界少年 異童發展會的國家的交叉 所以很有權威 不是的, 我不是懷疑他夠不夠權威 我是覺得做男人一般都是操心很多 照顧兒子通常都不同, 是不是 也不是照顧, 是帶他玩 玩? 對了, 懂得玩的兒子就更聰明 更有智商 懂得玩的兒子肯定聰明 不行, 我幾個弟弟一個聰明一個 全部是我太太 就是了, 所以你現在來帶帶你自己的兒子 謝謝…我先走了 搞定 兒子, 一會兒你掛了他上樹 我就可以教你怎樣去拿著鬥 爹地, 你會怕輸的嗎? 我是強項, 知道嗎? 小時候我帶著你幾個兒子 就把槍城街的所有大樹 你為甚麼要教我? 因為我覺得既然我可以改變你幾個兒子 我就一定可以改變你 你為甚麼要改變我? 想你聰明點, 你知道科學家說過嗎? 他說如果人多玩一些有刺激性的遊戲 就會變得聰明很多 老爸, 你看, 雀鳥行不行? 你這雀鳥, 還能找到真的 老爸, 當然要找到真的 真的要找樹葉、草賺, 找到鐵線賺 真的 來, 請, 請不請? 靚, 我們等一會就可以掛牠上樹嗎? 是呀, 等一會, 我先收拾東西 如果放雞仔進去, 更靚 傻瓜, 雀鳥裡哪會放雞仔的 這樣我拿兩隻雞蛋出來 來吧… 這是甚麼雞蛋? 老爸, 當然是金春蛋 難道放雞蛋嗎? 哪有這麼大的雞蛋? 爸爸, 夠了, 就放在那裡 好, 就放在那裡 不是呀, 大安娜說過 要鼓勵他的探索精神 這麼矮, 哪有挑戰性才行? 好, 讓我掛高一點 爸爸, 你還爬這麼高幹甚麼? 他們爬這麼高幹甚麼? 我爸爸在這裡拿著鬥 拿著鬥? 拿著鬥? 犯法的, 知道嗎? 爸爸, 真是國家保護動物 你摸牠的時候, 就是善闖施責 喂, 說你呀, 還不下來 甚麼事呀? 你還不下來, 我打電話報警的 你瘋了, 我又沒有犯法 你真是報甚麼警 好, 你還嘴硬 我現在就打電話去報社 讓記者報光你 甚麼, 甚麼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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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哇, 你這傢伙, 當然現在沒事了 我…我磅船拿著鬥 關你們甚麼事, 你報甚麼事 你看, 你弄壞了我的蛋 你打爛了鳥的蛋 我現在就要打電話報警 讓警察來抓你 你報警吧 不要啦 我爹地有沒有犯法 你不單是搗亂了鳥的家 你還謀殺了他們的子女 令了鳥媽媽失去了他們的子女 陷入痛苦之中 哎呀, 你弄錯了 這個不是鳥鬥來的 先頭, 你還說爬樹沒有鳥鬥? 是… 我是拿鳥鬥, 但不是… 不是真的鳥做的鬥 你看, 你甚麼時候見過鐵線做的鬥 這個確實不是鳥做的 好像是人為做好掛傷的 那就是我做的 既然你穿了鬥 有鳥鬥在一起的話 你為甚麼還要毀人來投家 鳥鬥爛爛人家的蛋 不是…那些不是鳥蛋 是甘春蛋來的 來… 你看看 青青露露的 一看就知道是甘春蛋 不一定 我們都不知道上面住的是甚麼鳥 就更加不知道那個蛋是怎樣的 說不定就跟甘春蛋是同一樣的嗎 究竟要我怎麼說你們才相信 我就想培養兒子多點興趣 就把鳥鬥放在樹上 訓練他爬樹而已 做鬥? 別這麼無聊 不是這麼說的 有時候大人覺得無聊 小孩子未必的 小朋友, 他說的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這個鬥是我爹地自己做的 我們在家裡還有很多甘春蛋 來… 姑且這樣的話, 我就相信你一次 謝謝… 等等…別走 有些鳥鬥越來越少了 那你也做了, 不如重新裝回去吧 又要爬上去嗎? 不要吃飯 這麼久? 你怎麼吃飯?大哥還沒回來? 來, 回來… 快說就回來 我們的魔鳥英雄 今天有沒有摸到鳥蛋? 是呀 這隻鳥蛋全都打爛了 阿光, 這次是失水準 以前你拿鳥蛋 拿很多鳥蛋回來煎來吃 老闆, 不是我的問題 是那些無聊傢伙 說我拿過那隻真鳥鬥 一會兒說報警又說報料 嚇到我打下樹 這蛋都打爛了 你說現在的社會真是奇怪 你什麼事也去報個料 那些人是無聊 別說那麼多了, 有沒有弄傷 是呀… 那也沒有 爬上樹的時候, 就會刮痠了一點 是嗎? 爸爸, 你怎麼又爬上去? 是呀 你看那些無聊傢伙 他說現在城市的鳥鬥越來越少了 我貢獻我的鳥鬥出來放上樹 最高的地方, 多麼牙煙 你千萬不要擒 樹枝越高越脆 伯娘是鬼可憐 是呀, 大佬, 你這樣的身形 話說回來, 你可以拒絕他們 你真是完全不明白當時的情形 那些人自自自自自, 擦嘴霸蟲 嚇到幾乎都哭了 我覺得也免得跟他們浪費口水吧 不過我想好了, 到時找個母人的時候 我就找粥仔繞了個鳥鬥下來 找個地方跟他們玩 大伯, 你別那麼殘忍 既然弄了鳥鬥上去 說不定你剛才弄了 今晚你會有鳥仔住進去 如果你明天弄了它出來 豈不是侵犯了鳥拳? 不是這麼說 那鳥鬥我浪費了很多心思去弄的 這樣也沒辦法了, 大佬 你就當作為我們廣州的自然環境 做貢獻吧 那隻鳥真是好命 沒有屋住, 有人送一間屋給他 我寧願做鳥 話說回來, 我最近看了一個電視新聞 有個小朋友, 幾乎 三年內被鯛刀了六次 一縫就縫了四十針 最重的那次是一陣頭皮牽起那麼多 哎呀, 哎呀, 為甚麼? 因為他多手, 之前殺死了他的小雕 那他的老雕當然是報復 所以我認為你還是不要得罪他的鳥 沒錯, 不能跟著你兒子坐, 老公 你跟著你兒子坐, 拿槍去打, 你還追不上他 是啊, 有句話這麼說 人和人鬥就其樂無窮 人和鳥鬥, 後患無窮 有句這樣的說話嗎? 哎呀, 兒子, 人家說我們捉獎犯法 那現在你們捉魚就不犯法了 爸爸, 這裡有沒有魚的? 有, 小時候我經常帶你幾個叔叔來捉魚 不用放魚來捉到魚 有時候連龐茄都可以捉上來 好, 今晚我們有龐茄吃了 好,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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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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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一人攔一頭,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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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連蝦帽也跑不掉 這裡沒有魚的了 不是啊, 以前這裡有很多魚蝦 污染這麼重, 蝦帽也沒過 相同二十年前嗎? 我這樣就不止二十年 起碼也有四十年了 四十年了? 那時候用手足也捉到 是呀, 是呀 現在就不一樣了 有沒有人來放生, 必泥魚呢? 爸爸, 是不是有很多玩意嗎? 有, 剛才那個阿姨說沒有人放生 有人放生就有魚了 這樣, 我們自己放生 拿著…很快回來, 不要走開 爸爸, 你買的? 是呀, 買了百多元 不過不要緊 一會兒我們就可以撈起來 讓你媽媽煮來吃 不錯, 能吃, 能玩, 一舉兩得 慢一聲, 弄魚乾… 爹地, 怎麼沒有魚呢? 爹地, 怎麼沒有魚呢? 不要出聲了 魚很怕聽到聲音, 知道嗎? 我好累 你怎麼這麼嬌氣呢? 坐在那邊… 坐在那邊… 爹地… 嘶… 不是吧? 你連魚也沒有? 我剛才倒了很多下去的 爹地, 為什麼那些盆茄都不來吃? 你問我, 我問誰? 爹地… 嘶, 都說你不要出聲 那些魚很怕聽到聲音 那你自己又問問問問問那麼多東西 你這個臭小子還拼嘴, 是吧? 我跟你怎麼同呢? 那些魚, 四十年前聽過我的聲音 是熟人, 它不用怕 那些魚是你自己求書放的 是呀…自己放的, 百多元 那些魚, 如果一條也拼不上來 真是渣都沒得靜 你說它們是不是游到其他地方? 你真的這樣就聽聽一點, 行不行? 它是怎麼會游到其他地方呢, 是吧? 難道它真的游到其他地方? 真是笨蛋, 這條沖沖珠缸的 那你快點看看有沒有東西 沒有呀 最壞是你的 你快點放魚乾就不會跑了 你叫我放, 我才放的 平時不見你這麼聽話 是要聽我的話聲才放的嗎? 你放早十秒鐘, 那些魚就不會跑了 哭什麼鬼才行 是呀, 那些魚走歪了, 我虧了百多元 我還沒哭 你這錢就扔了, 真是扔到鹹水海了 行…不吊了… 你把東西收起來回家吧 真是浪費鬼氣 走, 等飯開嘛 哭什麼鬼才行 沒事聰明的 你什麼時候好像我 有些小孩子那麼聰明 阿寶, 你信… 說你, 讓你帶孩子去玩 玩都沒玩好吧 把孩子給整哭了 我又請點錢嘛 你說那條鳥魚哥不那麼垃圾呢 我真是想跳下去撈回魚上去 那魚游走, 你讓它游走就是了 你真是下爬輕輕啊 百幾元的 一百塊不一百塊咯 難不成你還會割那些魚 游豬江去啊 老公 老公, 那咱賺錢為了啥呀 咱賺錢不就是為了讓孩子 開開心心高高興興嗎 你知道好, 孩子哭成這樣 那是你開心了, 還是他開心了呀 我記得有一些國犯族 辣妹的個嘴 跟兒子道歉去 去呀 好 來, 爹, 爹, 哎呀, 不好意思咯 知道老爸這次過分點 嘴多這樣, 明天我帶你玩個別的好嗎 好嗎, 反正你每次都是罵我的 我保證, 明天我不會再罵你, 行不行 你們再去玩, 可以玩那些不用花錢的 你像踢個足球, 爬個竿什麼的 爬桿 好巧啊 起床來, 起床來, 起床來 我跟你說, 你學會爬桿呢 將來有工作可以做消防員 你還可以玩閘技 玩閘技?我喜歡 你覺得… 笑歸了吧 你覺得大理的客戶 城中村真是城中村 那些健身設施也沒有 爸爸,那裡有個肝 電燈燦嗎?你傻了還沒回來 那些是電 還有,第二天你做了消防員 火力就能夠救 電的東西你碰也不要碰,知道嗎? 有辦法,來,走 小子,待會就排水管 很高 你不用排到頂上 為甚麼叫你排在這裡呢? 因為它有點接口 那你就沒那麼容易滑下來 爸爸,是不是我會爬了 一退入比賽就可以獲獎了? 當然了 你練過的,同學還沒練過的 你比人家厲害很多 有沒有看見人家的習技演員 打得… 猴子看見他也糟糕了 那我現在就爬… 不…你不知道怎麼爬 我教你 到時候上去的時候 那一陣子有隻腳用力撐著 兩個大腿就夾著 一隻手在抬緊,千萬不要鬆手 要不然很容易滑下來 行嗎?我爬一次給你看 我爬一次 就是他了 抓住他 你上樓頂截著他 我在下面打電話報警 好… 等等… 幹甚麼? 算你會做 老老實說,坦白仲冠 我坦白甚麼? 看樣子也是習慣偷的 肯定是放出來沒來的 甚麼習慣偷?我何時偷過東西? 你沒有偷? 你沒有偷在這裡爬水館? 日光日霸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在這裡看點錢 晚上才很出手 不知道你們說甚麼 來… 我在這裡做的示範給兒子看 原來是家族犯罪 更厲害,報警… 報警… 報甚麼警? 我… 我兒子的想法多多 待會又要做消防員 待會又要做雜技演員 我會提前教他兩道散手 他肥肥肥的樣子 哪有做消防員的材料 還想做雜技演員? 擺臉就是拿兒子來過小 不要相信他 你們總是不聽別人的說話 行…我坦白 我不是教兒子爬那裡 我是想自殺,行嗎? 自殺?不是吧 不… 是這樣的 我下了江十幾年了 一直找不到工作 就養不起老婆和兒子 你說做人還有甚麼意思? 那我就想上去自殺了 爸爸,你不要死,我不讓你死的 你不是真的這麼可憐吧 哥哥 哥哥,你看你們穿得新光頸漂亮 當然不知道我們窮夫人家的慘法 其實在這個世界上 每個人都要捱的 你又不用這麼悲觀 出去打一份小工 哪裡都能找到三餐 你們說得容易 要是這樣吧 你把這些情況說出來 看看我們能否幫到你 能否幫到我們一定會幫你 不…不用… 其實有時候有些困難 我們自己可以解決 就像這位阿山說的 哪裡都能找到一頓飯吃,對嗎? 還沒行就只有一條 不要亂想了,好好照顧他兒子 是的… 真是謝謝幾位 不僅救了我的命 還點醒了我 謝謝… 走吧,謝謝… 來…走 真是前世 大哥,你想嚇死人嗎? 怕乾而已,又說跳樓 不僅當時的環境 如果我不說跳樓那些傢伙 肯放過我 不知道是不是這輪當下 每次都驚動到警察 你說下次帶他去哪裡玩好呢? 阿邦,對小豪仔 又不用要求帶個人心急的,對吧? 開港又說兒孫有兒孫福 說不定這個孫子以後最聰明 是呀… 說話嗎?他讀書讀成這樣 聰明有限 你也是,何必這麼強求 是否順其自然就好了 是呀… 媽子,最怕不斷順順順順順順 信他們一無事處 看人家… 草片整齊了 我想跟心,天佑的… 天佑在這裡嗎? 日老师,你看看這個傘 對…是,對了,是這樣 是他,天佑… 天佑,這個傘都尋在找你 這個… addition 傻小,你是不是在外面做事? 不誤會… 她不簡單 她之前幫我撿一條金條 她說用余風不動地還給我 原來真的有金質 對, 上次我在外面玩 看見這個梳梳桑的士輪下來 他跌了一塊金, 我就叫他回來 但是我怎麼會怕眼神? 老師說做好事不留名 天佑, 你這個一個不留名 害了這個老闆, 打燈籠到處找你 終於找到了 對, 我這個兒子是靈赤老實的 做話說得好, 仰不教父之過 你這麼聰明, 肯定你爸爸教得你聰明 付錢就逐了點, 我留下的電話 以後你們來珠海玩 記得打電話給我, 吃著我包 又又, 這次你真是有金質 弟弟 證明成績不是唯一標準 做人, 品行, 正直才是最重要的 是呀… 問題不是每天都有金質 是呀… 做人不需要職業 是呀… 优优优优独播剧本節目 在一起聽說得好